好,这个视频给大家讲解如何用3D设计软件和刀路生成软件 就是这个Aspire制作一个劳背的小手 那先看一下我是如何设计的 然后设计完之后导出刀路 再用CNC雕刻机来进行加工 制作这样一个DIY的劳背的小手 这里我打开了软件 第一步开始点新建一个项目 制作这样的劳背小手需要的是双面加工 那这里就不选第一个单面加工 选第二个双面加工 双面加工选完之后 这里要选材料的长和宽 那X的长度 我这里是350 Y是70 这个参数都是我经过了几次测试验之后 先设定了这些参数 350的70 然后我用的板子的厚度是18毫米厚 这个地方Z轴的零点在裁掉的表面 然后这里我选择XY的基准点在右上调 翻转的方式是从左边往右边翻 那这个地方就是这里我选的是高标准高速度的高质量的 这速度会慢一点 这个就是生成模型的速率 这个就是材质 那就默认选这一种颜色 点OK 那现在就开始进行来画一个草图 先画一个二维的二底的草图 然后再生成模型 那这里进到了绘制这个窗口 那开始画这样的小手的话 要画一个矩形 这个小手的这个矩形是多少 我的尺寸是250毫米的长 高度是15毫米 点印用 这个矩形就是劳备的小手的把手 把它放到正中线这里 那接下来这边呢 就开始画那个劳备的小手的草图了 这里呢 我这个小手的尺寸是怎样指的呢 是从这里偏移过来40毫米 那我从这里呢 要做一个参考线 插一个参考线 垂直的参考线 然后再右击 这个参考线呢 偏移多少 往这边 这个是偏移 根据这条线偏移 40毫米 点确定 那从这边偏移过来40毫米 偏移好之后 再画一条中心的参考线 从这里 建一条水平的参考线 这个参考线呢 拉到中间35 这里 然后 开始画直线 从这参考线的终点这里 往上画12.5的 12.5的线 向上12.5 向下也12.5 那总共这点就是25的长度 画完这条线之后 再画一条弧线 这两个点之间 把它放大一点 往上提一点 这边要稍微平一点点 OK 就这样子的一个弧线 画完这个弧线之后呢 把它进行镜像 以这个中线这里 中间这条线一定要画水平 那就放大来 从这里 从这里画一条线 到 这边 这条线呢 等一下作为镜像点来镜像 选镜像功能 选这个弧线 然后按住shift 选这条线 然后点这个 以线进行镜像 点一下 它就镜像到下面来了 然后把中间这条线删掉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 圆角 圆弧的 不是这样的直角的 那往这边 建了一条参考线之后 往这边再偏移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呢 就是跟这个距离一样 就是7.5 右键 往这边偏移 7.5的距离 新建一条线 那这条参考线就建出来了 接下来 用圆弧工具 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 然后 以这里为 圆弧高 7.5 画好这条线之后 进行剪切 修剪工具把这里剪掉 那这就是一个圆弧形的末端 这个线呢 要删掉 那到这里呢 整个这个劳背小手的草图 二维二D的草图就画好了 那把它移动一下 往中间移一点 确保周围的 确保这个草图在材料的正中间 那这个草图呢 画好之后 它在哪个图层呢 在这个 Layer1这个图层 那接下来 要进行 生成模型 生成 3D模型 那就需要多个的图层 那我在这里先建几个图层 一二三四个 取几个名字 因为这是双面交工 那我把它以上下来区分 一个图层叫上面的 上 这个叫上什么呢 上左或者上右 那我就第一个叫做上 右 这个图层呢 叫上 左 再去下右 下左图层 四个图层 那首先把这个最基准的图层 选好之后 右键把它选择这个 copy到另外一面 copy to other side 点一下 那点这一个图标来切换到另外一面 那它就复制过来了 那我们再回去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建模 先来建 我们先来建这边的 这个 T形这边的结构 那 我把这里呢叫做 这里分为右边部分 这里呢是左边部分 所以 要把这一个图层 再复制一份到 上面的 右边 同样再复制一份到上面的左边 确保上右 上左的图层都有 这个基准图层的 矢量图在这里 那 把上面 第一个基准图层 先把它关掉 其他几个图层都关掉 我们先做 上右这个 那关一下打开 上右 这边是上右 那这边左边呢 我就删除掉 就不要它 把它删除 但是这里要换一条线 把它连接成一个 闭合的矢量 连接好之后就像这样的一个 形状 那现在就以这个矢量来进行 3D建模 把它全部选中 通过这个连接工具 把它们连接起来 所有的矢量 变成一个矢量 那选中它 接下来呢 进入到 建模 这个 窗口 点击 进入 选第 一个 创建 形状 通过 通过矢量的外轮口线来建一个形状 单击 这时候 我们打开 点这边 这个图标 让三维跟二维 在同一个窗口里面显示出来 上面就是二维的 下面是生成模型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 设置这里参数 以设置的话下面的模型 3D的效果就出来了 那右边的 上面右边这个 手的这边形状呢 我想让它凹下去 形成一个凹的 小手 那我呢 让它向下 向下多少呢 向下 45吧 向下45度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凹下去的 向下45凹下去的 一个三维形状 凹下去之后 然后 基准高度呢 选择 2毫米 选了2 改了2之后按 空个键 那么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 它就是 2毫米的高度 在这个面 基准面的 上方 这里就是高于基准面2毫米开始建模 然后 这个最终的高度呢 选第1个 没有限制 让它自动生成 下面这里 这个地方 要选一个角度 这个地方我要让它形成一个角度 那就点这里 生成角度 这里呢我们还是 这个这个视角呢 放到Y视角 然后这里呢 点这个生成角度的工具 点一下 点 设置 我要的效果呢 是从 这边到这边 增加一点的角度 水平的方向 那我点一下 这边 再点一下 这边 生成的角度是多少呢 那从外周可以看到 这就是 生成的角度 10 有点高 我把它变成4 变成 3吧 3又低了一点 变成 4 4的角度 4度 那就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角度的 这边呢就是 老辈的抓手的地方 所以我要让它形成这样的 一个有角度的 形状 然后第1个 这里与其他的组件进行连接的方式 就摸成第1个 然后这个组件的名字呢 叫什么呢 叫做上 右 上面的右部分 所以把它取名叫上右 点 应用 关闭 这里就有一个 Lever 1的 一个 一个组件 在这里 那接下来 开始做上面的 这个把手 上面的左边这部分 那这里我们就要选到上 左 把上右这里关掉 上左 打开 上左了 我们只要这边 这边就不要 那把这里删掉 这就是上左的 这就是上左的 它是一个矢量 选中之后 同样选 第1个 通过 矢量的外轮廓线来创建形状 点一下之后 默认选第1个 这个时候呢 我要它 向上突起 那就 正角度 突起多少了 突起 45度吧 好 通过 下面这里 3D就可以看到效果 这里那就形成了一个 手柄 向上45度的一个手柄 但是我还是想让它形成一个角度 这边高一点 这边低一点 那 基准的高度也是两毫米跟 右边这里一样 这里没有限制 这里一个角度 点设置 我让它从 这边往这边增高 那点下 这边再点下 这边 增高多少了 10度肯定高了 增高 2度 试一下 2度好像也有一点点 高 那就增加1度吧 OK可以看一下 这是增加1度的效果 那就增加1度 那这下面呢 与其他组件进行的这个连接方式呢 就选第 3个 通过与前面这个的最高点进行 进行合并 进行合并 这个地方 起一个名字叫做 上右 我们上左 点应用 这里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上面 3D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下面 点这个图标切换到下面 下面呢我们要打开 上左关掉 打开下面的最基准的图层就是这样子的了 那我们先那接下来一样做做这个 这部分吧这个 类似于T型的这部分 那这里叫做下面的左边 那进到下左这个图层 下左这个图层有没有内容了 我们看一下 没有 因为没有从这个基准图层 复制到下左这里 那选中这些 选中基准图层所有的适量 点右键 复制到下左 复制一份 同样下右也复制一份 下右也复制一份 那现在呢进入到下左这里 把灯打开 把基准 把基础图层关掉 这就是下 左图层 下左图层呢只要左边这边 那把右边的 这里删掉 同样这里要换一条线把它连接起来 选直线工具 这个点和这个点进行 连接 OK 关闭 然后把这个 几条线全选中 变成一个适量 通过这个连接工具 把 开放的适量合并 成一个适量 把它们的点连接起来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适量 那接下来 选中了这个适量之后来生成 3D的效果 点这个modeling 同样选第1个 通过适量的外轮和线来创建一个形状 单击进来之后 现在这边呢我要让它因为 上面这里呢 它是往下凹的 这里呢我就要 要让它往上凸 那这个角度呢就选上面 上面正的角度 同样选45度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形状 出来了 45度呢感觉有点高 变成 35度试一下 OK35度 可以那我还要 让它有一个角度 因为下面这里呢 它都有一个角度 我们进入 Y 四轴可以看到 下面呢它是一个角度 像这边的 那上面呢 我有个角度往这边 跟它保持一个平行的 基准高度呢 一样是两毫米 这里呢最终的高度没有限制 选这个角度 点设置 让它从左边 往右边 生成一个斜面 10肯定 10度肯定高了 我一样的跟前面一样 生成 这里变成 直接输进去输 两度 两度好像有点高 1.5度 OK生成1.5度 这样的一个斜面 下面选第一个 墨证的 名字取 下面的 左边 点应用 那下面左边模型生成了之后来生成右边 这里选 图层 下右图层 把下左关掉 打开下右 下右呢 我们只要右边这个把手的这个部分 那要把左边删掉 右边 是一个斜量 直接选中就可以了 同样选第1个 模型工具的第1个 单击 这时候呢也要 让它向上 凸起 凸起多少 凸起45度 那看一下 这一轴这里 凸起45度那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它会有一个 凹槽的 我们进入Y轴这里 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 凹槽 我不想要这样的槽 我要让它 过来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 选中 这上面这个边缘这里 这一个点 往这边拖 好 拖了这里之后呢 下面这里呢 它就变化了 这里加到这上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连接方式选的是第1个 那我就把 这个连接方式选的第3个 通过 最高点 进行 通过前 与前一个组件的最高点进行合并 点这个 那它就合并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下面 这边 点ray轴这里 可以看到 它就合并过来了 这样呢 看Y轴的时候呢 就 看到它这个地方就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坑了 好了 把右边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上柄呢 我也要让它有一个 角度跟下面平行的 让它从这边到这边形成一个角度 同样 这个选项 第一个基准高度也是2 这里呢有个角度 点设置 从 左边到右边 这里 点一下 一个角度 那这个角度呢选多少了 零度就是水平的 那我要让它往下 跟这个 一样的往下 偏一点 那我就选负的 负一度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手边呢就 往下 偏移了 一个角度 那整个 那 那我们 来到 Z轴的 视角 可以看一下 整个呢是一个折线的 从这里下 然后在这里 过来 这里就是转折点 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因为这样设计的话 在 老痒的时候呢 抓住这个手柄的时候呢 来老痒的时候就 很好 好 右边这边的 下面右边这个模型就 见到这里 名字取名叫做下 右 点 应用 那现在呢 可以看一下下面3D的效果 这就是 老被小手的3D效果 但是还要一件事情 要加入桥 因为等一下在生成道路的时候 如果没有桥的话 在加工的时候 CNC雕刻机必须要有桥 让这个 模型跟材料进行链接 点这个 ClipArt 这里点 这里 选3D Tab 就是 3D桥 选这个 矩形的 把它 拖过来 拖到这边 然后 然后调整大小 然后调整大小 点右上角调整大小 来到Z轴方向 再调整一下 有点大 OK 这个大小差不多了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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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OK 来到Z轴 那我们进入模型这里 可以看到 这里多了一个桥 那这个桥跟前面的模型进行怎么融合呢 从最高点进行融合 感觉还高了一点 这个桥还高了一点 那把它变低一点 双击 高度 低一点点 再低一点 1.98 1.8 试一下 OK1.8 差不多这样子 这是一个桥 但一个桥不够 还要 增加 那选中这个桥按住 Ctrl键 点住中间进行拖在对面这里 这里 建一个桥 然后 再建一个到这个 这部分 选中它按住Ctrl键拖一个到这边 好 一共做了三个桥 放大来看一下这个桥在这里的高度 跟这里 起屏了 差不多 这边呢 看一下这边的 这里有点高了 那把这个桥的高度调整一下 高度调到 高度调到 调到1吧 OK就这样 这个桥呢这里呢就比较薄 因为它这里是往下 刚才往下 有一个角度 所以它就比较薄 因为这个桥太薄了 我担心在最后加工的时候呢 它会直接被 很容易很脆弱 承受力度不够 那我就把 这三个桥都复制到 上面去 另外一面也 在相应的位置 建一个桥 那选中这三个 三个桥 按住 SIFT键 选中之后 右键 点这个 COPY TO OTHER SIDE 让它复制到 上面去 点一下 关闭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上面了 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 模型这里也多了三个桥 还是回到下面这边 那到这里了整个 3D的 效果图就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开始做 刀路 点 右边这里右上角这个 刀距路径 首先第1个要选择这个材料的 一些参数 我用的板子是18毫米厚的 多层板 XY的基准点 右上角 右上角 Z走的影点 在材料的表面 模型在材料的位置 选中间这个 让它在材料的中间 这样加工的时候 上下去掉的材料才一样 然后 下面这些就 默认 安全高度10毫米 点OK 开始生成刀距路径 先做上面的 点这里 切换到上方 拥筹 拥筹 我们把上面的 把这涂层都打开 上面的涂层 下面涂层都打开 刀距路径 刀距路径 第一我们选 出加工 3D出加工 选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这里叫选 这里有个选项 刀路 深层刀路的边界怎么选 这里呢叫选 最后一个 选择层级 但是这边呢 只有一个level 为什么选层级呢 因为 不选层级的话 让这些桥跟 这三个桥跟这个主体 在一起进行 加工的话 它就 会把桥的周围这里也加工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新建一个层级 插入一个 New Level 把这三个桥 把它拖到上面去 拖到New Level 2这里面 但是把这个level的 合并方式呢选择 第3个合并 这样子呢这个桥跟 3D的主体呢 就是分开的level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深层道路的时候 就选这个 第四个选项 选择level 进行 level的边界 哪一个level呢 选level1这里 那他就会加工的只是 这个 这个3D模型这里 而不会加工到 桥这里 刀走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跳过走这边 那这里选项 选6万 选完之后 这里的默认 因为刀呢是 选的是 3.175的 支刀 这是刀具 这个偏移的 边界偏移的量 就是刀的制径 这里0.2 余量0.2 下面的 默认 这里就是 初加工 3D初加工 取一个名字吧 叫做 上面的初加工 点计算 好 这个时候呢 初加工的 刀路就出来了 还要进行 金加工 一样的选这个level level1 金加工呢 这里要选刀具 选的是 3.175的 球头刀 level1写好之后 下面默认 这里名字叫 上面的初加工 点计算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预览一下 把这两个刀 初加工和金加工 都进行预览一下 那可以看到 这就是 上面 加工出来效果 好来接下来我们回的 接下来进入下面 转移到下面 进行加工 进行初加工 同样的 第一个选 3D初加工 生成刀路 刀具呢 3.175的直刀 这个地方呢跟上面一样要选level 那这里要新建一个level 新建一个level 把这些 桥呢 拉到上面这个level 这个level的合并方式 连接方式 选第3个 合并的方式 这里呢就选 level 1 下面的这些都跟前面的一样默认 这就要做 下面的 出加工 下出 计算 关闭来进行进行进加工 同样选level1 其他的不变 下面的 进加工 刀具呢当然是3.175的丘头刀 点计算 OK 那预览一下 这就是下面的效果 那把两面都预览一下 OK 那两面 的效果呢预览 出来之后就这样子的 但是这里中间的还有一点点没有加工透 就是因为 这上下加工的都加工到基准面这个地方 那我要把这下面的材料这个没加工透的地方把它加工掉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在 下面这里翻过面这里 来 增加一个 level 这个level呢叫做 选择一个 增加一个平面 0平面 选这个选项点击 那这里就一个0平面 这个0平面的作用呢就是 告诉 雕刻机 所加工的最低的 范围 这个0平面与前面的这个 与前面这个level1他们的 关系呢 是合并的方式 点合并 把这个0平面呢要拖到这个level 1的上面 双击这个0平面 双击这个0平面进来之后 这里把0平面 负的0.5 负0.5点关闭 然后 再把这里的 金加工 这个地方重新选一下 选 Level1 不是Level2 选Level1 这里一定要重新选一下 点计算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预览一下两面 所有的面预览一遍 这个时候看到这里已经加工透了 就没有刚才那个 看起来有一层薄膜没有透的样子 就是 那我就是因为我们加了这个0平面 告诉机子向下 在基准面的基准下向下再加工多0.5 这就是刀入模拟之后的 3D的 效果 OK到这里的话 整个软件的 草图 2D的 建立 3D的模型的建立以及 导具路径的生成 就到这里 最后一步 把这些 导具路径文件导出 先点上面 选中 导出 这里呢 选第3个选项 然后 选机扣在这里 点保存 这里呢 Aspire 刀入 这个叫 老被小手 老被小手 这是上 保存 然后下 选中 选中 保存 保存 老被小手 下 保存 OK OK 那接下来就是去到 雕刻机那边 把刚才 保存的文件 导入到 控制软件里面 让它进行控制 加工 最终把这个 老被小手 加工出来 那接下来就去到 雕刻机那边 前面忘了做 几个 孔 这几个孔 是干嘛的呢 是用来 翻面的时候 来定位的 那我现在就来 补充一下这几个孔 选择 画原工具 我一般会 喜欢画三个孔 在这个角落 这个孔半斤是 5毫米 点印用 然后把它移动一下 移动到 这个位置 这里一个 要三个 然后按住 Ctrl键 从 这里移到 这里放一个 两个 这下面再放一个 这边放一个 三个 放这个孔的时候 尽量靠边缘一点 尽量往边上靠一点 因为 靠得越近的话 就担心在 雕刻的过程当中 雕刻机的主轴会碰到 这个地方里的插销 要插一个圆棍插进去 这里三个孔 那这三个孔 分别在 生成道路的时候 在 上面 进行 加工的时候了 就要开始 做孔了 这个孔是做在 材料上面的 那选中这三个孔 选择好之后 选择第2个 区域清除功能 然后加工的深度 这次加工是加工材料的深度 就是 材料的深度是18 那我加工到19 把它加工穿 刀具呢是选的是 3.175的这个 直刀 选择 这里已经选了一个多了一个那就删掉一个 3.175的直刀 下面这些都默认 名字呢叫做定位孔 点计算 那这里会提示 这个深度呢超出了材料的深度 但是没有关系 这是需要 这就是想要的效果 点OK 那这是上面的时候 加工的时候 这个时候加工呢就是加工的 材料这里的 看到没有 这是从材料的表面 加工下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种 那它是从这里加工到 电板 雕刻机的电板 这里的 那这个就是 上面的孔 在上面深层道路的时候 多了一个孔 定位孔的道路 那下面这里呢 翻过来的时候 它也要有孔 翻过来的时候这个孔 就不是加工到这个材料上面的了 因为 从上面它已经加工了几个孔 那翻过来之后 要加工几个孔到 雕刻机的电板上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 回到上面这里 把上面的三个孔 把它 复制 那把这三个孔选中 按住shift的键 选中这三个孔 选中之后 点 右键 让它 复制到另外一层 复制到下面去 那我们进入到下面 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对应的 三个孔 就是 翻过来之后 对应的三个孔 那这三个孔呢 是加工到哪里了 是加工到 雕刻机的 电板的 加工到 CNC雕刻机的电板上面 做几个孔 这个孔是用来 插 这个插销的 插这个圆棍的 那这里呢 也要生成一个刀路 选中这三个孔 三个孔选好之后 开始进行 刀路生成 这个时候也是 区域清除的功能 把它 加工多少了 这个时候就以雕刻机的 电板的 表面进行 对刀 向下加工多少 我一般加工 5毫米 刀呢 仍然是3.175的 单人螺旋刀 直刀 下面 不管 这个叫做 电板 孔 就是雕刻机 电板上的孔 点击算 那这个时候 上面和下面的都多了 孔的这个刀具路径 那同样的 那我们再重新保存一下 刀具路径保存 这里选第3个 保存刀具路径 这里名字叫做 上出 对 不是上出 叫做 劳背 叫做劳背小手 上面 保存 然后反过面的下面 选中 保存 劳背 下面 保存 OK 那这一次我做这个劳背的 小手的这个DIY的作品 他跟我上次用CNC雕刻机来做 那个勺子是有区别的 就多了什么呢 就多了这用孔来 定位 用这三个孔 插上 插上援布棍 插销来定位 翻过来直接对净这三个孔 就可以了 而不是我上一次 没有这三个孔 而是把它靠在一个直角那里进行 翻转 那接下来呢 在 我实际的加工过程当中 来告诉大家 怎样去 使用这三个孔的 就先用刷子 先用刷子 然后就担泪了